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为劳动力市场降温 而且更是暗示不排除在接下来的会议中连续两次加息 这绝对要比他上周的发言更加鹰派 但很显然根据今日市场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太关注他的发言 或者说不相信他所表达的 今日市场有三则焦点新闻值得关注 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是刚才提到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他今日在葡萄牙辛特拉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发表讲话 除鲍威尔以外 英格兰央行行长贝利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和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均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会上 鲍威尔称 预计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 美联储还没有进入紧缩领域很长时间 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加息措施 而且可能会以激进的速度加息 他说道 我们相信还会有更多限制 而推动这一政策趋势的是依然非常强劲的劳动力市场 他的发言也重申了美联储在6月会议上采取的立场 当时在会议上官员们基本上达成共识 认为到2023年年底 利率可能会再增加50个基点 假设每次只加25个基点 那意味着还要加息两次 不过今日鲍威尔的发言明显变得更加鹰派 之前美联储只是预计加两次 但核实加却没有清晰的共识 今日鲍威尔却非常意外地 甚至反常地表示 有可能接下来要连续加两次 在今日论坛的采访环节 鲍威尔清楚地回答道 我不会将在两次会议上连续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在此番超级鹰派的发言出现后 美股迅速回落 但后来又再次上扬 在最近几次美联储会议中 他们所传递的核心想法 基本上是认为连续十次加息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对经济产生影响 因此无法确定政策是否达到足够限制的标准 将通胀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 因此采取在6月暂停观察一次 但如果他们接下来还要进一步收紧 那是否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麻烦 将成为市场的焦点 而且今日鲍威尔似乎在给市场打预防针 他说道 目前来看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不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但肯定是有可能的 这仿佛是让市场做好迎接经济衰退的准备 尤其是考虑到最近几个月以来 市场不断地降低衰退来临的可能性 鲍威尔此举仿佛是告诉大家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当被问及银行业压力时 他表示 3月份导致硅谷银行和另外两家银行倒闭的问题 确实在上次美联储会议中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虽然他一再强调美国银行业目前的总体状况稳健 但他也指出 美联储需要注意信贷供应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最近的调查显示 借贷标准普遍收紧 贷款需求出现了下降 他在今日说到 银行信贷可用性可能会稍微下降 但会有一些滞后 所以我们正在仔细观察这种情况是否会出现 最近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 美国经济依然超出预期 并证明了美联储的紧缩政策还尚未完全起到作用 周二的经济数据显示 美国的新屋销售量攀升至一年多来的最快增速 耐用品订单也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还有消费者信心指数也达到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鲍威尔今日也提到这些数据仍然反映出经济的弹性和增长 他表示 供应链中断情况正在改善 总体通胀率正在下降 有助于稳定预期 但某些列别的通胀 特别是服务业的通胀 并没有显示出太多改善的迹象 他更是悲观地表示 预计核心通胀率 也就是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 在2025年之前不会回到他们2%的目标 这表明政策制定者维持高利率的时间将远比投资者目前预期的要长 他说到 如果通胀大幅下降 并且我们有信心通胀率将回到2% 那情况就有所不同 届时会开始考虑放松政策 但目前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事情 所以很显然他再次重申了我们距离降息还有很长时间的观点 此外 鲍威尔关于通胀的言论 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英国和欧洲央行行长们的响应 两人都出现在小组讨论中并表示 如果潜在的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息 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也要再次提醒朋友们 富途木木美港股平台的最新活动正在进行中 美国观众注册并入金1000美元 即可领取15只免费的股票 每只最高价值2000美元 在此基础之上现在还可以额外获得100美元的股票现金券和一股C3AI的股票 另外存入5000美元可额外获得一只特斯拉或谷歌的免费股票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也都有入金的活动 具体的活动详情和规则请参考富途官网上的条款 除此之外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最新的会员视频刚刚更新了 我们对下半年的美股进行了展望 并且分享了我个人的操作计划 此外内部交易和大V建股汇总也都更新了 分别总结了近期内部人士大量增持的股票 以及华尔街最准的大佬们强力推荐的潜力股 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我会把免费零股票和加入会员的连接放在介绍栏 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收回正题 那今日鲍威尔的发言整体看下来 很明显他的确变得越来越鹰派 今日提出连续两次会议加息的可能性 更是给市场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或者说惊吓 但市场在最初小幅恐慌后 迅速地平静下来 所以貌似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我推测这是因为市场并不完全相信鲍威尔所说的 今天这番言论很有可能是鲍威尔的一个策略 甚至可以说是故技重施 就是嘴上故意强硬给市场施加压力 但真正的决策却相对地缓和 符合市场更加鸽派的预期 这样一来就能够打压股市 因为过热的股市也会导致市场中的流动性增加 而这是不利于对抗通胀的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通过强硬的发言完成这个目的 但加息的时候依然按照市场的预期走 这样不仅能够完全打压通胀 同时也不会担心过度的加息导致经济陷入衰退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一年中 每一次市场变得过热时 似乎美联储或者鲍威尔都做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很有可能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毕竟有那句著名的话 Don't fight the Fed 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 过去十几年中 美联储不断地放水才推动了大牛市 所以他们才是股市后面的最大操盘手 但只不过市场现在基本上看透了这个小伎俩 所以没有过度的反应 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市场中的FOMO情绪非常的高涨 盖过了鲍威尔引起的风险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测 美联储是否会调整他们的策略 鲍威尔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内将密集地进行讲话 所以必定都会受到市场的密切关注 不过在今日的发言后 必定是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将在7月会议上 再次加息的看法 有多数经济学家预测 7月份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 并且将年末的利率目标上调至5.375 到明年末的水平上调至4.375 根据CME最新的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交易市场预计 7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高达82% 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大概率事件 远远高于几周前60%左右的概率 所以今日鲍威尔的发言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如果看之后的几次会议概率 市场都预计不再会加息 现在市场预计9月份加息的概率只有16% 而且预计从明年1月开始 美联储就会进行首次的降息 那很显然 现在市场对7月之后的预期 与美联储和鲍威尔所传递的预期是完全不同的 鲍威尔今日警告的 今年还要加两次 以及降息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这两者市场目前都是完全不相信的 所以美联储想要传递的信息 大部分还没有被市场接纳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认为最终到底谁才是对的 是市场预计的今年再加一次 从明年年初开始降息 还是鲍威尔所暗示的连续加两次 然后降息是很久之后的事情 当然最后政策路径究竟怎么走 还是要取决于之后美国通胀的数据 所以接下来每一个月 我们还是要密切关注CPI数据的发布 今日的第二条焦点新闻也是来自美联储 他们刚刚发布了本年度的银行压力测试 在今年年初多家银行破产以来 这一次的压力测试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而最终的结果显示 参与美联储压力测试的23家美国银行 全部经受住了严重经济衰退的考验 甚至包括危机中的瑞士信贷 美联储在今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在严重经济衰退的压力测试中 尽管这23家银行共同损失了5410亿美元 但他们仍能维持最低的资本充足率 同时在假设的衰退中继续向经济提供信贷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结束后 美联储开启了年度压力测试 以来避免银行进行任何不负责任的操作 该测试决定了银行业可以通过回购和股息 向股东返还多少资本 在今年的测试中 银行经历了假设的全球严重衰退 失业率飙升至10% 商业地产价值下降40% 房价下降38% 今年早些时候 三家中型银行倒闭后 银行业成为了严格审查的焦点 但规模较小的银行 完全避开了美联储的压力测试 该测试紧对包括摩根大通 和富国银行在内的巨头进行审查 以及在美国拥有大量业务的国际银行 还有包括PNC在内的 最大的几家地区型银行 所以今日压力测试的完成 并不像前几年那样 是一切顺利的信号 由于最近的多个倒闭事件 预计未来几个月 对区域型银行的监管 将会进一步加强 美联储负责监管的副主席巴尔 在新闻稿中表示 今天的结果证实 银行体系仍然强劲且富有弹性 与此同时 这种压力测试 只是衡量强度的一种方法 我们应该对风险如何产生 保持谨慎的态度 并继续努力 确保银行能够抵御 一系列经济情景 市场冲击和其他的压力 在本次的测试中 他们首次对最大银行的交易账户 进行了市场冲击的模拟测试 以来检验他们是否能够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 和进一步上升的利率 这种市场冲击测试 不会增加银行的资本要求 而是用于进一步了解其交易活动的风险 并评估未来针对多种情况测试银行的潜力 结果显示最大的银行交易账户 对所测试的利率上升环境具有弹性 在假设的经济衰退期间 被测试的银行们的总资本水平 从12.4%下降至10.1% 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略低于去年测试中2.7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 但与近年来压力测试预测的下降幅度相当 不过这个平均数值掩盖了对部分银行更大的冲击 因为有些银行在商业地产和信用卡贷款中有较大的敞口 总计5,410亿美元的预计损失 包括超过1,00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和住宅抵押贷款损失 以及1,200亿美元的信用卡损失 均高于去年测试中预测的损失 另外在测试中有多家地区型银行的资本水平都下降至了较低的位置 在6%到8%之间 所以这些银行还是有较高的风险的 其中包括US Bank Corp代码USB Citizen Bank代码CFG 和MNT Bank代码MTB等等 预计银行将在周五交易结束后披露最新的股票回购和股息计划 鉴于即将到来的监管不确定性以及明年经济衰退的风险 分析师预计本次各家银行可能对其资本计划会相对的保守 所以总而言之 今天的测试显示 美国最大的这些银行依然非常健康 算是降低了人们对银行业的担忧 但是对中小型银行的监管还在进行中 而且预计未来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所以即便没有新的银行破产 这些中小型银行因为政策的收紧 也会面临更高的运营成本 因此从投资的角度来说 中小型银行的股票或许不是长期投资的最佳选择 今天最后一则焦点消息来自英伟达 此前有报道称 美国考虑进一步控制向中国出口AI人工智能芯片 美国商务部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初采取行动 在没有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 美国商务部可能会禁止英伟达等芯片制造商 向中国的客户运送AI芯片 这篇报道最早出现在华尔街日报中 报道中写道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英伟达和其他芯片公司的销售 尤其是包括了英伟达的A800芯片 该芯片是在上一轮谈喷后 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芯片 而接下来该芯片也有可能将被限制 分析师预计 中国市场可能占英伟达今年全年数据中心收入的10%到15% 而英伟达在2024财年的第一季度中 曾经公布过来自中国的收入为15.9亿美元 占总收入的22% 所以对公司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高盛的分析师表示 尽管英伟达近期可能会面临压力 但鉴于该公司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拥有巨大的增长机会 我们仍然预计它在中长期内持续表现出色 因此维持买入评级 并将该股的任何回调视为增值的机会 还有Evercourt的分析师也写道 鉴于人工智能在全球的扩散 以及英伟达作为关键的推动者 我们认为这不会破坏长期看好它的观点 并称这一消息是人工智能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小减速带 最后花旗的分析师表示 他们相信今年人工智能的需求将超过供应 而英伟达可以找到办法转移芯片 他们认为超大规模客户的实力 可以吸收任何额外的供应 总之现在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都认为 即便限制政策出台 也不会给英伟达带来太多的影响和麻烦 因为需求远远超出了供应 会有更多的人愿意购买这些空闲出来的芯片 那对于英伟达这支股票 我们频道的观点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 首先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 就讲述了它在生成是AI领域的重要性 因此基本面我觉得是非常看好它的 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 但是目前从估值的角度来说 它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位置 市销率超过了40倍 我们之前讨论过 估值和基本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长期而言 估值肯定是要反映基本面的 但在短期内 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估值是很有可能偏离基本面的 无论是高还是低 所以现在虽然英伟达的估值 已经严重偏离基本面 但是AI的热情 很有可能将它进一步推高至不理性的估值 但是上涨的空间已经相对有限的 因此仅从风险回报率的角度来说 现在我不会进一步的追高 反而会开始分批指引 当然每一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 我认为相比之下 市场中有更好的风险回报率的选择 肯定也会有高风险投资者 愿意承担英伟达现在的风险 去继续追逐进一步上涨的空间 所以我们只要清楚地意识到 它所存在的风险 并且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就可以了 毕竟钱都是大家自己的 只要为自己的钱负责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去说服所有不同的观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在评论区留下一个手动的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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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